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亲爱的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内容 由火水顾问公司制作 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内容同步刊载于双河湾的网站 还有杂志上面 今天很开心 要跟大家谈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呢 是老男孩 看这个书名啊 大概我们可以猜 它是谈有关于男性的一些故事 没有错 这个故事呢 是谈三代的男性 在不同的环境 背景跟成长的状况底下 他们各自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和什么样的转变跟成长 那今天呢 邀请到的来宾 是熟年志的总编辑 陈眉毛 阿毛总编辑 阿毛你好 也好 大家好 阿毛这一本 所谓的老男孩哦 你在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 你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 我觉得呢 对于这本书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 而且很贴切的一个描述 你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老男孩 就你自己读来 你觉得它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是 对我们刚刚聊到 我是说 像汤姆利显记 它是一种冒险小说的原型 Phototype 就是说 一个男孩子经过了一段冒险的旅程 之后他得到 获得了些什么 让他自己更成熟了 那我觉得这本书 老男孩 Man from the Boys 它是一本中年版的汤姆利显记 中年版的汤姆利显记 对对对 这很有意思哦 虽然这个主角哈利 并不是出海 并不是跟海盗搏斗 但是呢 他从原本 还蛮完美的家庭 开始面临了一个灾难式的冒险 首先是他的前妻出现 然后他的儿子 对 邀请他的儿子跟他回去一起住 所以儿子移开了 他现在原本的家庭 然后他的工作也失去了 然后他跟现在 算是中年失业对不对 对中年失业很惨 超惨的 然后跟现在老婆也发生了一些危机 老婆带着女儿搬出去了 一连串灾难般的冒险 我觉得他会让人想到就是说 其实真的对很多人来讲 你到中年 当你被剥掉了职称 当你被剥掉了小孩跟你相处的时间 当你的老婆也不太想理你了 这个时候你到底 你真的会回到 问到自己之后 自我 就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还剩下什么 对 你还剩下什么 对 那你如何迎回 或者说重新获得这些关系 重新获得这些家人的支持 那又重新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最重要的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 你对你自己的认同 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 哈利终于在经历这些 所有灾难般的冒险之后 他就像汤姆一样 他更成熟了 他更自在的能够面对中年的自己 面对他跟老婆的夫妻关系 他跟小孩的关系 他跟工作的关系 其实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里面一直呈现一种吊诡 因为如果我们从一个读者的角度 也就是相对旁观者的角度看 这里面谈到主要的三个男孩 对 就是老老男孩 就是那个主角哈利 他父亲的在打仗的时候的同袍 老老男孩 跟这个老男孩就是哈利主角 跟这个小老男孩 就是哈利的儿子 叫做我看一下 叫做派特 然后这三个男孩 我觉得他们都串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也是我们常常讲 所谓的男人的执着 所谓的面子 怎么样活出一个男子汉 那当然男子汉在不同世代之间的诠释 又不太一样 那我为什么说从一个读者跟旁观者的角度 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阿玛我们两个都是男性 你不觉得有时候这所谓男人应该要怎样 或南海应该要怎样 或一个有成就的大人 尤其指男性应该怎么样 这无形当中是一种 没有错是我们激励我们成长的一个动力 可是他有时候也是这种压迫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错 而且当然其实我们所谓 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名词 来称呼这个叫男性典范好了 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 对 你心目中的idol type 理想的模式 对 什么样才叫一个男人 其实这个东西会跟着时代变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名词叫新好男人 就是说他跟旧的好男人是不一样的 对 他可能要比较温柔 比较善于倾听 就以前可能是比较硬汉 所以当然从以前的电影就很清楚 克林伊斯威特 所有 对 隐汉 很tough那种感觉 你要tough 你就是一定要很tough 对 但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有趣 就是在说好 就像你刚刚讲 哈利的爸爸的当兵的那个 同袍 对 老兵 肯 然后那个跟他的儿子派特 派特面临到其实是有点校园霸凌 对 他被一个小孩子 对 欺负 然后后来这个老兵呢 就开始教派特练拳击 对 然后最后他们把 完全是old school的 对对对 那个解决方法 对不对 像个男人去面对他 对对对 跟他干一架 输赢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敢跟他干一架 没错 对 那一般中年哈利这种人 应该绝对不会采取这种解决手段 对 对 没错 不会说教我的小孩子 来打一架 对 所以那个 我觉得这种以暴自暴 没办法解决问题 没错 没错 可是到底谁能解决问题 没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至少在哈利 束手 其实他有点束手无策 对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他没办法解决 他没办法解决儿子这个问题 他跟前妻被叫去学校 讨论 他们也是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 出现就说 我们要不要转学 我们要不要怎么样 对 那我觉得大部分父母 会碰到这样子 那肯 这个出现就很有趣 对 我就觉得他 教派特打拳击 然后最后他们就安排 把那个霸凌的小鬼压过去 嗯 一个地方 然后就让他们打一架 可是他们没有帮派特 对 对不对 他们就让他们两个打 而且最后派特还是有点打输了嘛 反而还是被那个 虽然他也打断了那个小孩子的鼻梁 但是他后来被那个霸凌的小孩子 压在地上打 嗯 就一会儿这样 最后他们才把他们分开 但是就说 就结束了 就很像说 订过去啊 然后就 啊对 苏牙就这样子 这事就过去了 对啊对啊 很可爱 就是很 真很old school 对对 对对 我回想我自己小时候 对对对 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不过有时候想一想 这样子还相对比较文明哦 是 真的打裙架的时候 对对对对 非死即伤那也是挺恐怖的 对对对 挺恐怖的 裙架是最野蛮的 对对没错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说 至少在这个男性 他是一个男性典范的 我觉得 当然其实没有好坏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每个时代会有每个时代 嗯 但是他 我觉得这个坑的出现 让中年这个只会 沟通和平的 就我们这个generation 是 的爸爸 他至少用那个 坑那一套方法 他至少扩展了 派特的 胆识 对对对 他觉得他可以面对 不管 所谓的敌人 或逆境是如何 我至少敢面对他 对 结果是一回事 我敢 比较重要 我觉得他至少 扩张了派特的视野 嗯 事情也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是啊 当然你后来 你会不会再采用 不见得 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有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 嗯 而且最后他也从这个事情中 其实他也获得自信 对 所以最后他选择说 我现在要回学校 他爸爸还说 你真的确定你要回学校 他说对 他走 他走进学校的时候 那个被他打断鼻梁的 对啊 就不敢再霸凌他 就没有再动他了 对 嗯 我觉得这是很可爱 当然就是说 苏是很happy ending 但是我觉得原则上 他两代男性典范的 嗯 病程 嗯 那派特自己会去做一个选择 嗯 派特最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觉得 丰富而多元的养分 不会是什么坏事 对 对 我觉得这本书的这个观赏价值 也在刚刚阿毛提到的这个部分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呢 这个哈利的角色 对 是以他为主角 对对对 作为整个故事的书写 是 那我觉得 哈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有意思 对 就我们所谓的 夹新族世代 对对 夹新族 对对对对 头上有老一辈的 下面有小一辈的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他在描述这个 夹新族世代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特别把它画起来 是 我想哦 很多朋友 如果你也是在这个阶段里 我想你听到这句话 一定很有共鸣 嗯 里面有一段话这么说的哦 一旦到了40岁 你将可以看清你的人生 你还很年轻 但是却老的 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了 到了这个时候 你会知道 你的人生已经不能回头了 是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在听我讲这段话的过程中 有没有人一直在点头 呵呵呵 那这个部分我想请阿玛哦 我们来聊聊看哦 就是说 呃 从你的角度哦 因为 你本身是这所谓 熟年制 是 这个杂志的总编辑 是 那当然熟年制锁定的可能又是 更年长一些的 对 可能是50岁以上的 对 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这个世代哦 其实他是可以所谓的嘉心族 其实他还是可以跨到50岁这个边界 对对 因为台湾经济成长 你看现在真的享受那个丰收的果实的 大概那个年纪 年纪就在这里 对 所以我不知道以你自己的身份在读这本书 然后在准备我们今天要谈这本书 你在看到他里面的这些字句的时候 是 那你会想到什么呢 嗯 我觉得这其实啊 哈利啊 他设定一个40岁的嘛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 他经历到了中年失业 对 活离开 小朋友被前妻带走 啪啪啪 对 他面临到的就是一个中年人 中年男人 嗯 说最恐惧的几项事情 嗯 其实都同时发生了 对 这是非常dramatic 戏剧化 就是 失业 对 同时 对 然后 失去小孩子 假设还可以失 对 对 就叫三思中年 对 很惨 对 很惨 但是我觉得说对熟年制来讲 其实我们也都会去谈论像 比如说我们四看二号会谈论到熟年婚姻的荒漠 其实 对 如何经营熟年婚姻啊 事实上是比年轻的时候 还要更费一些精神的哦 因为可能你刚开始你热恋期 蜜月期 那年轻的时候也很容易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说我们要买房子 嗯 我们才刚生小孩刚在抚养小孩 嗯 那可是呢 人结婚假设二十年 嗯 十几年二十年 小孩慢慢长大 嗯 然后跟爸爸妈妈的依赖也会慢慢减低 吧 就像我们从青春期就慢慢减低 没错 对 然后呢 房贷可能缴得差不多了 就是说 当你共同的责任 就Racing Child 抚养小孩 缴房贷都差不多 然后夫妻也因为十几二十年 各自的工作 其实各自的成长会改变 没错 那个时候你才会慢慢回答说 当你的共同目标渐渐消失的时候 最后两个人可能会想说 我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 现在是为了什么 嗯 因为可能某些责任已经都尽了 嗯 对 那如果说两个人先平淡到像朋友 你就会觉得 那后面还继续是这样吗 其实人到了中年熟年 就是你可能真的会开始 就像他你刚刚讲的那个 你没有回头路了 对 那你是 你就会想 所以为什么常常说 很想抓住青春的以外 我还有没有一点点别的可能 对 还是就看得见终点 这样一直走下去 对 而且我 我听过一个 听起来其实令人蛮惊讶 可是深思下去 又觉得 其实还蛮合理 嗯 就是呢 听说日本 离婚的这个 熟年离婚率很高 对 对 就是 那个尤其 而且熟年离婚 很多都是女性提出来 对 觉得我为这个家 为了这个男人 付出了一辈子的青春 就等他退休之后 好不容易觉得 好像可以老夫老妻一起生活 结果哎 怎么突然我男人退休 回来之后 没错 我在 我原本家是我的地盘 就突然回来一个长官 一直使唤我 而且 花不投机半句多 对对对 这个是先出现一个名词 叫做 退休老公过敏症候群 对 他就是某 真的 这个太妙了 对对 退休老公过敏症候群 他就是 就是说 某个日本那个太太嘛 五十几岁 然后就 开始身体不适啊 紧张过敏什么 最后 最后一生 真的找不出来 最后就是说 就是从他老公退休开始 嗯嗯嗯嗯 对 那所以后来有啊 有这个名词 然后后来就 就是大家就在讨论 熟年离婚潮 对 就像我们刚刚讲 就如果各自 其实通常如果老公上班 老婆在家 其实女性很早就安排好了 比如说她们不管是插花班 什么班 就 她已经安排好 她的生活了 嗯 而这个时候老公刚退休的话 她其实还没有安排好 她还没有学过 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所以她很多时间要focus在 老婆跟家庭上面 对 她如果有自己的生活 其实就会好很多 那无形当中给配偶啊 或者是那个时候 如果还同住在家的小孩 那个真的是受不了 对 尤其在日本如果说 比较沙文 很传统的日本男性 她在公司如果说到那个年纪 退休 已经是一个中阶管理层 或什么 是 她真的非常习惯用命令去 对 对 对 老婆真的觉得 Oh my god 这个日子 我以前美好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对 对 其实我们如果 听阿毛这样子讲 我们来回来谈好了 因为其实熟龄的部分 我觉得 为什么谈这本书 一定要请阿毛谈这个 就是 这要给我们自己打预防针 我必须讲 这是一个很务实 因为你看像 我现在我自己的年纪 也是将近四十三十几 那所谓的 真的要迈入过五十 那个 Kam Zan 那个所谓的 熟龄 其实 有时候真的想一想 只有在青少年 很年轻的时候 觉得一年一年过得 不算快 觉得蛮慢的 因为都在期待寒暑假嘛 可是一旦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从几岁开始 我觉得每一年好快 好可怕 真的 对阿 突然之间 白头发长出来了 突然之间看到 这个朋友的小孩长大了 突然之间 听到朋友离婚了 我跳过 应该是先结婚嘛 对不对 突然之间离婚了 然后 突然之间又听到再婚了 对 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参加同学会 就在这本书里面谈到 真的 大家很多还 如果没有结婚的 就应该说没有生小孩的 就算了 有生小孩大家都在谈教养的问题 是 头很痛 是是是是 尤其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贾心族世代 有时候你 不是你不愿意自己带小孩 是你根本 有心无力自己带小孩 对 那给 长辈带又有隔代教养的问题 对 所以当然因为 我觉得这本书 作者是英国人嘛 对 他有他自己的背景 对 那所以 他在 教养这个议题上 其实我自己独来啦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 倒不会这么的强烈 不会像他们有这么强烈的教养冲突 但是是不同的冲突啦 我必须讲 可是在于那种 所谓的失业的问题 或者是亲密关系的经营跟冲突 我觉得那个还蛮跨文化的 对 所以谈到这边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 好好介绍这个作者 Tony Parsons 这个可不可以请阿茂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作者的背景 然后我们最后呢 可以谈一下 这本书整体的一个写法 Tony Parsons 他本来是一个音乐杂志的记者 所以在这本书 我们可以从主角哈利 哈利本来是在电台做节目 后来去做编电视剧剧本 那就是说他 就是因为他这个 以前在音乐杂志当记者的背景 所以他对于媒体业 其实是非常熟悉的内行人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那个主角如何工作 会碰到什么困境 然后什么 对 他真的是对这边如暑假 所以在书里面 所有引用到的电影音乐的片段 其实非常多 对 在什么场合 然后他们想起了某首歌 对对对 等等 我觉得他其实 这个主角 他也代表了一个 就是其实跟作者一样 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可能我们讲 OK 他比较接近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战后音乐潮 Baby Boom 那可能他年轻的时候 喜欢摇滚 喜欢Rock 他是一个比较 对 潜urch的 或喜欢比较 激进的文化的一个中年人 所以在他做深夜电台节目时候 他们常常会讲一些非常 shedding 非常尖酸的话 对对 我觉得这是代表了一个 他其实代表了一个世代的文化态度 对对 那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作者 Donald 從你本身應該也是這樣 所以他會投入音樂雜誌的採訪 對 他會喜歡去採訪Rocker這些東西 對 我覺得這可以看出作者的個性 其實我覺得談到這邊 我覺得他在他的筆封裡面 我常常會讀到一種感覺就是說 你剛剛說到 因為他過往工作的關係 他在一些至少對向外表達的這種文化意向上 其實有時候是比較尖酸的 那我覺得他 他跟前妻的對話都很尖酸 是的 沒錯 可是我覺得他用這樣的尖酸 我覺得他可能是他在寫作這個階段 有遇到某種的反思吧 我覺得他把那個尖酸很巧妙的運用在什麼呢 不是去酸別人 其實是酸自身的一個狀態 應該說酸這整個所謂的男人 現在大家印象中的男人大概就是四十幾歲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你已經青春不在了 沒錯 可是你又還沒有老到沒有功能 沒錯 可是當你這個功能意識到 你突然發現到 比如他裡面談到失業的問題 是 一樣的工作 可能一個年輕小伙子 耐操好用又便宜 那你憑什麼跟人家做競爭 對 所以呢我覺得有一種是很孤立的感覺 可是呢也因為是這個年紀的這個世代 我覺得有時候你要去去救等等又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他在處理這個部分 我個人倒覺得喔 如果我們聽眾 你正好也是處在這個世代的朋友 然後 你想要得到一些安慰喔 那我覺得這本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 因為呢他的整個處理的方法到最後是Happy Ending 那我們的讀者喔 在讀到最後的時候 可能要自我調適一下喔 就說 這個其實還蠻好來無視的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真正他的閱讀價值就是在他整個在描述 所謂的男人的成長的這個部分 對 而且我必須講 就各取所需 這也是小說的一個目的 他不是給提供給你答案 對 而是藉由問一些問題 然後一些故事的鋪排跟陳述 讓你去理解自身的狀態 為你自己做一個可能最適當的選擇 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這邊 謝謝阿毛 OK 謝謝凱玉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到了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期待未來為各位推出更精彩內容 掰掰